好来看看这真的是异想天开 有诈骗竹南车手呢被围捕 但他为了要灭阵居然是边逃边撒钱 这事情是发案在苗栗竹南海口派出所的远警 他在巡逻的时候呢发现疑似有车手大量提款 于是是一路跟肩埋伏 而这个车手呢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是把刚到手的赃款沿路丢弃 所以可以看到路面上是有很多白花花的千元大钞 而远警事后呢是捡回清点 一共查扣了110万元的赃款 把四名诈骗集团的成员依法送办 麻烦龙中码头资源资源 远警冲向前围捕 嫌犯疯狂逃脱 其中一人还想穿越民宅被当场压制 因为纸钞都在他手上 刚才散落一地 签源钞票 直接上铐 混乱中两名未成年车手 边跑边把手中钢体领的赃款 通通丢在地上 你没有多少钱 手不清楚你领了你不清楚 公园草地上散布白花花的千元大钞 远警一一捡起来清点 厚厚一跌算一算一共有三十万 原来是两名未成年车手 提领赃款时被警方锁定特征 埋伏跟肩 刚好撞见两个人跟诈骗集团的成员 相约交付 远警冲上前歹人 嫌犯拔腿狂奔 还把三十万赃款全洒在地上 还好最后人赃巨货 一毛也没少 记者彭光石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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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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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